但現在的直播是正常的 麻煩你TITUS,小龍 我知道剛才不停斷,但現在就重新 現在這一刻開始,我就按錄影 如果繼續下去,聲音有問題 大家聽到這一刻,之後我就會有錄影版本 會放上去,但之前就沒有錄影版本 因為之前一直都很順暢 好,我們可以繼續 我們可以繼續說,因為我有錄影版本 萬一真是疾的話,都唯有繼續下去 一講到施朗,當然會比較容易 麻煩你現在,繼續說施朗 施朗有什麼這麼厲害呢? 施朗的勁在就是 因為全隊球員要買他之餘 地標戰,我沒有記錯,是對保頓 一出來就做了12碼 即是他博到12碼 是的 你的意思是什麼? 不是 這個球員真是快 比對方更快 那一場球更快 即是當時的演員技巧沒有那麼高 我沒有,真的被人抓 很明顯 當初他來過萬聯的劇法是怎樣呢? 就插花 插花 插花 沒錯 也有,非常識心跟他講解 是的 他當初萬聯一出隊就踢逆鋒 踢逆鋒 踢逆鋒 踢到真是厲害了 不停入球 見人就過了 斯朗說過 全英超只有一個人可以插花 是 那個叫艾瑟高爾 那個人都是快的 他就說 說完這句話 全英超除了去之外 真的沒有人看過去 的確是有這個條件這樣說的 是得意的 說真的那句 斯朗也是帶領萬聯公 拿了三冠王 和好光界的聯賽冠軍 費Sir 他一聲說了一句 即是最後那幾年就說了一句 球隊 在這一刻還要需要你 他至少 他自己踢了兩季 最少 其實已經有很多 例如王馬那些球會 就虎視眈眈了 我也可以在這補充 就是 斯朗又不是怎樣說 是一個不忠誠的人 他也想出去闖 只不過 為什麼我會說他忠誠呢 大哥 他也說想走 但是他真的幫忙劇哥 兩年才離開 這個我相信是有些雙負雙城 即是費Sir和他的關係 真的很密切 這個我覺得很有很大的關係 是的 其實很多人都知道 背後的兩個人 真的好像父子一樣 因為 斯朗一早就 怎麼說 爸爸就離世了 始終是費Sir 還有另一個父親 所以他都很尊重費費Sir 說真的 他真的為我們做了不少事 才轉去王馬 接著就破了世界紀錄 一來就 八千多萬磅 那時候還未夠一億 還未夠一億 八千多萬磅 斯朗就在球場創造了歷史 還有 也好像是近代萬磅 唯一一個世界足球先生 好像是 真的 是啊 這個不肯定的球 應該刺了 是啊 本基礎就是 他更加穿起了 鑽棋的七號球衣 更加 即是 那一期就剛剛逼鹹走了 他就來了 那時候真的交接不到 那七號球衣 之後 斯朗之後 真的找不到那七號 喂 這一個 都有一個小故事 我記得少少少 就是說 好像 這一次 阿費Sir就召了他 進他的房間 跟他說 健波衫給你 他和誰呢 好像 這個我不100%肯定 但我記得 我說過一個小故事 就是 斯朗和不知誰 好像是卡叔 這個我不100%肯定 但我印象中 就說 阿費Sir召了卡叔 和斯朗 進去他的房間 就問卡叔 你想不想穿這件七號球衣 類似的事情 那卡叔當然死目 就把這件球衣 退給斯朗 類似的事情 我不100%肯定 斯朗說他自己不想穿七號 他說他不想穿七號 他說 因為 斯朗 有件球衣 他很喜歡穿的 那件是十七號 OK 後來是藍尼穿的 藍尼穿了 之後的事 所以我記得是這樣的 我記得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真的不100%肯定 因為我記得我節目說過 就是卡叔說出來的 Anyway繼續 他為了曼聯付出了很多 他的青春 說真的真的青春 都比了曼聯 但他亦都這樣成長 我也要提一提 雙負雙城 因為曼聯的打法也比較成熟 記不記得嗎 廢除都跟他聊過 令到他不再那麼花巧 但轉為更加實際 在球場上更加Efficient 是的 由他當初 當初喜歡自己個人 之後 他的擅長就是佛球 他的落葉石球很出名 他的球鎚也很厲害 到黃馬更加有進步 不過說真的 這些硬件的事情 我自己認為都是曼聯付出的 還有有一點 我不知道關於曼聯 他有一點值得很尊重 他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是的 以我所知 他這麼久真的沒有什麼 大半年的傷患好像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我聽問過 有一位球星 是否朗尼 忘記了誰 就說斯朗請他回家吃飯 好像是費電蘭 有一次費電蘭訪問他 他說這件事 就說斯朗請他去家吃飯 吃什麼東西呢 吃完他的營養餐 他說他家只有營養餐 超級不好吃的 然後大家都知道 他一踢完球 又要睡冰水 冰壺 整個人浸去冰 阿費電蘭說 斯朗基本上差不多過著 一個和尚的生活 做很多好悶 吃很多不好吃的東西 但很有營養 令他的身體仍然保持得很好的狀態 是的 斯朗就厲害了 他在曼聯的成長 和費Sir給他的意見 成就在日後 在其他球會做好的事情 是的 這件事 斯朗自己也交代過 是的 我覺得是很好 關係也好 他真的做了很多事 才離開 斯朗大部分的曼聯 就算他當時離開 也未必有太大的反感 或者覺得不忠誠 就像Marco這樣說 是的 因為 你看回很多球員 叫走 叫走 好像某些球員 連球會也不回來 是的 沒錯 在留言說少少少 Ray說 當年斯朗 勾冠杯波濤三十多四十馬 炮彈式入行 然後 Wai Chung說 朗隊長好像拿過細衣 好像拿過 朗隊長應該拿過 朗隊長應該拿過 朗隊長 當年喜歡斯朗 來塔維斯組合 這個大家都經典 作為攀米 朗隊長也說 艾夫娜 另外Luca也說 艾夫娜 前鋒華 Hector說 好像艾夫娜也有份 艾夫娜拿過細衣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太明白 不是 我不明白 不知道 其實大家在說艾夫娜 有什麼事 我明白不到 可能我們遲了看 好 斯朗那裏還有什麼 繼續說 斯朗補 好 我們回到前面 我們說誰 不如 如果回到前面 就說艾雲 艾雲 我先說兩句 艾雲 我心目中 你問我 我看了這麼久 最喜歡的集委球員 真的 他在自己的局安位 做得非常好 但是 他上前也非常幫到手 第三 他在佛球方面非常出色 但是 他絕對不會爭佛球來射 到需要他的時候 他就會射 但是他不會跟其他球員爭 這個真的令到我非常喜歡 哦 明白了 原來是艾夫娜去斯朗家裡吃飯 不是費電藍 OK 謝謝各位補充 謝謝Hector 謝謝Lui 謝謝King 還有Sue Chin 是艾夫娜 OK 又有一點紅燈了 不過我們照去吧 因為我錄影了 好繼續 OK 我繼續 去到 就是 踢完之前那間球員的奧下 沒有記錯了 之前在奧下 沒錯 然後去到萬聯 90年踢過2002年 是 是 就踢了356場球 是 入球其實不算多 是 始終是左閘 左閘 大約 應該 入了22球 入了22球 是 當初 買回來 有些人是對的 背我所知 但是 你知不知道 當初 萬聯買回來是多少錢 這些價錢我當然不記得 是 62.5萬 但是 那個年代 這個價錢 肯定是厲害的 我沒有記錯 簡東拿轉換到萬聯 100萬以上 剛才就說 820萬 但艾雲是之前的 是嗎 是啊 我猜 這個不算便宜 我猜 是啊 不算便宜 都貴貨 艾雲是厲害 在哪 這個也是沙場 巷匠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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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轉換了 不過現在已經接駁回了 還有大家可以聽那個 錄影版本 我遲些會上載 不好意思 各位 就FaceUp Hatser 聽到FaceUp Hatser 你知不知道原來 是 我最近才看回一段影片 什麼事 費Sir為了他 跟人說粗口 被人電視機錄影了 是嗎 是嗎 有場 那場球就對著 那場球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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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歐聯的賽事 OK OK 就 艾雲就被人踢傷了 然後 然後 廢Sir就在場邊 然後跟隔壁的教練 就吵到被人拍了什麼 是FK人 不過其實是否拍到的 電視機是否拍到的 其實是FK人 其實是拍到的 而且 播出聲音 有聲音 所以艾雲的確是 廢Sir非常喜歡 非常愛將 這個真 真的 廢Sir很少在面前 愛將 這是其中一個 他真的很穩定 艾雲真的很穩定 這件事很值得 一會 還有他罰球 說真的 左腳的人射罰球 我說真的 真是好 同意 是 KHU說 當時 蘇米高 艾雲巴利斯達 布魯士的防守 當然是厲害 每個人都能踢 真的 Wicky也補充 艾雲也是十二碼的能手 又斷了 不過不要緊 我們繼續去吧 艾雲繼續 艾雲繼續 還沒什麼補充 艾雲被 佐治貝斯 選為曼聯歷來最佳十人之選 這絕對當時無愧 不過你說左閘 就是他和艾夫娜 兩個都差得很厲害 是的 愛爾蘭的一代名將 同意 你又不記得他有什麼 花巧夜 看起來很實際 實而不華 他算是符合這四個字 是的 是的 蘇千說 忘記了他幾號球 應該是3號 3號 Rudy也補充 艾雲是死球和十二碼專家 Howard說 菲爾諾和曼聯很大牙子刃 艾雲是左右閘都可以的 非常喜歡這個球員 當初一有十二碼 他出場就差不多不上來射 因為他是穩定歌 這是最重要的 喂喂 我聽到你還可以的 我聽到你很順利 我聽到你很順利 你繼續說下去吧 是 現在聽到 現在聽到 那個直播是一般的 所以沒辦法了 原來Howard說艾雲穿過二號 我也不知道 最後打了一閘才絕傷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我最記得他是穿三號 好 艾雲還有沒有 艾雲還有沒有 艾雲也有 是 是 是 我和你相交的 好 Marco 我和你收到線 然後我再開直播 好嗎 好 我和你先收到線 你也要收到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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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我們停一停 再開直播 再開錄影 OK